暖气、电毯和暖暖包是现代人常用的保暖器具 不过以前遇到天气冷的时候怎么办呢 这时候就要靠火龙和水归了 这些东西虽然正在被大众遗忘 不过在新竹县一家五金行还是可以买得到 甚至从去年12月开始还卖得越来越好 寒流暖气团来袭 新竹县新普镇一间80多年的五金行 从去年12月开始早期人们使用的取暖用品火龙 热销增加三成 这个竹边的电暖炉只要在中间放入加热木炭 就能相当保暖 是老一辈最爱的取暖用品 有绳子吗 要把它剪掉 剪掉之后你要放一点香灰或者是那个沙 放到里面你才可以放木炭 因为一般不知道它直接的把那木炭这样烧 它会爆掉 走进贩卖超过3000种商品的古早五金行 早期保暖用具除了火龙外 还有用热水保温的水龟也是大受欢迎 装满的不是很烫吗 很烫赶快就给它装里面 它也防烫 然后那时候也不会烫 又保暖 随着时代的变迁 这些古物已逐渐消失 尤其竹边的器具 这种古早编织技术已日渐失传 也许只剩了乡下的传统市场中能见到它的踪影 联合报林齐伟 新竹报道